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 这个早点不能忽视 我们今天由猛牛早餐奶独家赞助的这期节目 我们推出的是奶香与花汤油 今天国际级烹饪大师区浩 用最简单加强的方法 花上十分钟就可以做出一套影响早餐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秀老师 咱们煮料糊料有点简单 比较简单 但是你介绍一下 这是汤圆粉 这是汤圆粉加了可口粉 里面包的馅心就是手沙馅 那么用到白糖和桂花 女花汤圆我的理解是不是有点像女花石 对 花门 咱们开始吧 奶香 那么首先我们用牛奶 早餐奶 黄老师 这个加奶要一点点加 这汤圆有些观众可能是说这个倒是过节的时候来吃 其实平时汤圆吃的也挺好 对 也不错 每天早餐吃的也挺好 对 尤其是我们早餐奶一加的话 这等于是多种微量的作用 对 里面还有红枣 这个要拿手感觉感觉 软硬度 这个稀了就包不住了 稠了它就特干很容易裂 所以这也是一种新的理念 对 我们直接用奶和面 这做出来就有奶香味了 好 这个白色的和好了 我们下面用巧克力色的 而且 曲老师您想的很周到 因为我们今天加的我注意看是枣奶 对 这种枣等于是正好解决了粘品 不太好消化的 很像型 好 这面就够好了 好 下一步呢 我们就开始成型 这个白色的汤油粉 两种 还是手法 先给它缩成长条状 先给它缩成长条状 然后我们拿巧克力色的汤油粉 也给它缩成长条状 这个要什么 这个白的稍微粗一点 这个巧克力色的稍微细一点 然后给它卷起来 卷完之后 然后再给它回来 再拧它一下 温厉让它出来 然后可以再来一下 这个时候再给它揪成剂子 说我这一个汤圆多大 然后我们把豆沙馅也给它揪成 它就小一点 对 好 我这给您点点火 好嘞 做水 做完了一揉 一揉完之后 找一个这面漂亮的 搓成一个长条形 稍微压 先搓成条 然后看它纹路不顺的时候 你给它拧一拧 拧一拧 然后再给它一转 一盘 让它有这浴化石的感觉 这时候给它按扁了 中间稍微厚 用拇指 食指把边给压薄了 压薄了 把咱们这个馅心 往中间一放 然后这四周 往中间一揉 这个面很容易粘 很容易粘 然后再一搓 搓完了 把缝包好了 一揉 让它一把口封好 再一个 您现在找纹路 对 而且非常光阔 对 来 找出一个 开出量点的这面 来 稍微一下 来 开锅了 咱们开始下汤油 好嘞 水开了 咱们可以下锅了 一定要开水 开水下锅 顺着别拿勺尖抠它 然后后边一推 推它 让它水转转 别让它粘着锅 好 不粘锅 这次齐了 就可以让它煮了 差不多三五分钟 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基本上时间很短 是 您再配点什么小菜 喝碗粥 对 可以配点小咸菜 都可以 这个煮的时候 锅一开了就改小火 改小火 好 开锅为了怕给它煮飞了 那么里头中间可以点点凉水 让它保持在八九十度就可以了 点它两遍三遍都行 对 因为它这个老开锅呢 就容易给它煮飞了 好 老师 现在你看 飘起来 这就熟了 这时候呢给它捞出来 放入碗中 这个呢 老师 我们应该放锅里头 但是呢 你比如说我们就吃 就吃了一碗 我就别往锅里放了 对了 直接把糖放里头 一会儿拿水一冲 那么里头呢 加点桂花 哦 这味道就更好 加点桂花 糖桂花 离开 我往里倒 这糖就融化了 现在帮您回顾一下 这道奶香与花石汤圆的制作步骤 首先 汤圆粉中加入早餐奶和面 或者软硬适中 同样的方法也将可可粉和好 醒15分钟后 分别把和好的面 成长条剂子卷在一起 再用手揉成球状 按扁做成汤圆皮 将豆沙馅包入其中 就做成了汤圆 水烧开后 放入包好的汤圆煮熟捞猪 放入白糖糖桂花酱 冲入汤 这道栩栩如生的 羽花石汤圆就制作完成了 也许会给您的早餐 带来别样的情趣 赶快试试吧 您最多花上10分钟 让您的早餐做起来更加有趣 吃起来更香 而且更健康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好消息 告诉您 现在这个网牛百分早餐健康型 特别节目已经开始了 这是 大家踊跃报名参加 谢谢您 谢老师 明天还是老时间 老朋友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喜欢吃海参 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 不能吃海参 有什么代替的方法吗 明天侯君来到北京东润风景社区 与居民们一起交流 做海参方面的体会 请请关注明天的节目 杜海参